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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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要跟你說 我有個朋友 最近她媽媽交了一個網友 剛開始她兩個人甜甜蜜蜜的 還會互相稱老公老婆 結果後來對方讓她投資 才發現整個是詐騙 最近這種網路詐騙很多 我在想說 你會不會也是遇到一樣的事情 怎麼可能啊 我們已經交往三個月了 有哪個詐騙集團會花時間跟你談情說愛 來 你看 這個是我們的通話紀錄 她明天都有傳訊息給我 還有 你看 這是她臉書 有貼文 有生活照 還有很多的留言 怎麼可能是假的 這種社群 IG 臉書 朋友 學經理 全部都可以造假 她不弄得那麼真 怎麼騙得到你啊 可是她介紹給我的投資平台 有自己的APP 每天都有數據更新啊 我也真的賺到錢啦 這也是可以騙人的啊 你說投資有賺到錢 那你是真的有拿到錢嗎 還是只是看到數字 這個 這個 姐 保險起見 我覺得我們先去警局備個案吧 你也是最好的 我不是選擇 我就是選擇 去陷阱 又不是選擇 不選擇 我不是選擇 你選擇 我 mismos選擇 時選擇 我不是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 爭論 你的保險業務院 才是賬品 他不是一直要你买保鲜吗 你不买他就反过来恶人性告状 两位好 李小姐 我们处理过很多案例 都是一样的套路 这里我先帮你背个按一下 李小姐 我们先来看你投资好了 你说你的投资是国外交易平台 那就是会显示国外的账户户头 但你在汇款时看到的是 国外汇款的账户还是国内的呢 应该是国外的吧 我也不太确定了 我先看一下 奇怪 为什么打不开啊 打不开啊 看来他们已经将平台给锁了 通常诈骗集团会收制假的交易平台让人上钩 上钩了 投资进去 他们会让你看到收益 让你以为很好赚 你们就会投入更多的钱 如果你想把钱拿回来 他们就会要求一堆手续费 让你又贴更多的钱 如果被试破了 他们就立刻关闭交易平台 你所投入的钱也有趣味 你也感谢你的业务员 要不是他共警觉 你会损失的更多哦 我不信 我要问网友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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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打不通啊 该不会 该不会他把我封锁了吧 怎么可能啊